我叫梁小雨,今年23岁 虽然身边有不少漂亮的女生 但是我没想过特意去寻找一段爱情 直到那一天,在那个公交车站我遇到她 其实我当时都玩手机呢 然后就听旁边好像有个女孩走开在那儿 问路,不知道是四十大了,糊涂了,还是她耳背 就怎么跟她说的不明白 我就心想,这女孩还挺有耐心的 然后我就扭头一看,嘿,挺漂亮的一姑娘 正拿着那张纸,给她可能画录像 让她觉得确实是被这个善良的女孩 非常深深地打动 看着她远走的背影,我忍不住追了上去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从那以后,每天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给她发微信 我真的喜欢上她了 我的死餐烂打 后来她终于答应跟我吃饭 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看 我来俩人一摸一摸 我当时有种惊呆了 掌声邀请告白者,梁小宇 你好 有那么像,有没有仔细观察第一次约会 他们俩当时穿的衣服不一样 然后造型也不一样 但是要光看脸的话,真的非常像 你之前跟他们没有约会过吗 第一次约会就是约的吃饭吃饭 她当时也没跟我说,她有一个妹妹 然后也没说我会跟我妹妹一起来 然后两个人就进来了 在吃饭吃饭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你爱上了其中的姐姐还是妹妹? 姐姐 然后呢,一个多星期之前我不知道她上课呢 然后我就想等她下课出来了 然后我就直接,我就冲上去表白了 结果谁知道,就出来那是妹妹 我刚才直接都呆住了 不然就,哗,我是小声的提醒你 对,她那个姐姐叫陈辰,妹妹叫陈希 她是妹妹? 对,妹妹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真正的姐姐出来了 你这样也没有经验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告白这东西谁也没经验 觉得特别尴尬 表白失败 之后你们就没见过了吗? 我去找我的 然后我也给她发微信 但是不是上号了,就是拉黑了 就那次告白吃饭之后 到离来我们这个舞台之前 你们都没见面? 没有见过 我们问一下女生 如果是你,你是姐姐 你看着她跟我妹妹求婚 我从旁边过 我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我会想删她 我看出来 当时就想 这是90后的看法 来,80后 我在想 是不是那个姐妹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 就是说试探一下 看就是这个男的就是是不是对我有真爱 应该不可能 因为我没说我那天要表白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造物主对于人最大的尊重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 你却没有发现她 很多人说一见钟情 但其实都是一见钟脸 你根本没有爱上对方的特质 却贸然地去告白 这样对对方是极大的不尊重她 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你 因为像这种情况啊 很容易发生 我小学六年 就是我们班有个双胞胎 然后她姐姐呢 在另外一个班 我上了六年 有时候她姐姐路过我身边 我以为这是我们班的 有时候是她走过我旁边 然后我说 你是不是该回别的班去了 你是不是该上课了呀 这么长时间我都分不清 所以我觉得在男孩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而且她又特别惦记着这个女孩 我觉得不一样 太理解我了 不对不对 她是同班同学 你是喜欢那个女孩子 你喜欢她你怎么能不了解她 不知道是谁呀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她手心没爱上一三宝台 那她完了 对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